介紹 那也謝謝我們郭忍社廖總結跟公務局局長的支持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有很多學術界跟產業界的好朋友 來參加這個事務會 我想因為時間有非常有限 我看20分鐘看了15分鐘報告 那我想儘管 這些資料大家在報告上都有 我想就把幾個keywords把它稍微講一下 看看人家怎麼做好 我想水的安全性可取得衛生安全可以拉脫脫 另外一個就是怎麼樣把有區供水把它做好 所以我想這部分剛剛東老師也特別提到SDG 所以最近我們在台大有一個工作小組 專門討論SDG 所以網上我們也會跟簡陋性節目上 我們準備寫有區工程的教科書把它寫出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特別提到 在飲用水的衛生裡面 我們可能就要考慮到健康 考慮到剛剛大家所談到的這些非常重要的資源循環 怎麼樣去防災去減災 氣候變形調適 非常清楚 那我們從水的角度 我們的期望這個是一個健康的水源 然後綠色的進水場跟智慧的配水方法 和在一起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永續的供生系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特別提到過 這個是我們過去一年的時候幫水利署長官所做的一個研究題目 所以我們希望是一個健康的流域管理 那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CPE 我想再多的黃志明教授跟林財布教授 高志明教授 也是我們在10年前的時候也受水利署指託 我們也在全台灣把所有的進水場也建立了這個所謂的重量指標 那水源的部分在防防署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做了健康流域管理 所以現在缺的就是智慧型的配水方法 如果這個東西做完以後 我相信我們可能在國際上也就非常聰明 這是我們過去做這個研究的一個流程 我想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特別把剛剛這個局長也一直在談到 還有我們的署長一直談到以色列 還有美國加州 還有很多國家 他們在這個領域所做的作為 我想我們按照管理學的這種觀念 就是PVCA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用越境目標實施策略 行動方法 我想最主要的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把這個績效指標把它建立起來 我想今天我們大家都在談這個永續發展 也有很多人在談Smart 我的Smart指的是 我們所定的指標必須是明確的 然後是metical 然後result 和time 所以這樣合在一起 我們就把我們的績效指標把它定義起來 然後把這些東西做完了以後 也參考了在國際上很多很多的這些重要文獻 特別是WHO還有跟IWA 剛剛童老師這邊所談到的IPCC 所介紹的這些模式 所以我想基本上這個也是聯合國也是WHO 他們所建立的一套水安全的計畫 我想跟剛剛童教授他們所談到IPCC的六個原則 也是差不多的 然後更重要的部分 我想今天教授他們也在科技部也在推動的WDF 就是World Energy Food Access 剛剛很多專家也特別提到水資源 其實影響到不只是水的問題 還有人員安全的問題 還有糧食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開會以後 下禮拜也在芝加哥也會開一個重要的會議 我想這個現在在國際上大家都非常著重水資源 所以我們在4月下旬的時候 台大這邊也會找幾個專家來開這個會議 那譬如說大家以糧食為主的話 在美國他們就為了糧食裡面怎麼樣去做消毒 然後是從水裡面怎麼樣把這些水質淨化的時候 做消毒的部分 因為會牽涉到我們的所謂的人員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也花了 跟Toneman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這個部分就從經濟、社會、環境 怎麼樣把這個永續安全的觀念 我想一再在這次的研討會裡面提出來 我們曾經一直去學習的就是歐盟的經驗 特別是在荷蘭他們在2000年的時候 就把自來水質客戶服務跟財務效能 跟環境影響貢獻把它整個合在一起 作為一個自來水去避著這些指標 那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美國的2011年所提的這個健康優位裡面 特別提出來就是關於生態的這個部分 也特別提出來所謂Green Infrastructure的部分 我想最近這幾年我們在台灣 尤其在這裡研討會裡面 特別也把這個綠色生態基礎設施 提出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 今天大家如果中午有時間的話 可以去看看這些展覽裡面 我想我們很多的好朋友的產生 他們也把Green Infrastructure的一些實際上的這些經驗 給提出來跟大家做交流 我們可以再次的提醒 就是說我們需要水資源的部分 我們是一個健康的一個環境 其實我們談到的海田城市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 Integrade Stockwater Management 中和式的這種所謂的暴雨 這雨水的環境 那我們特別著重是在節油 所以將來怎麼樣子把這個海田城市能夠做好的話呢 其實是能夠開源能夠節油 把暴雨問題解決 把旱災的問題解決 能夠形成一個地下水庫 我想實施整個的想法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澳洲 其實是我們非常值得去學習的 我想澳洲過去在Brisbane 曾經有旱災的時候 所以他們做了非常多的技術 我跟地道師 我們曾經也到澳洲去把握 後來碰到水災以後 他們就到台北來 來跟我們求一求 就是求教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也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這張也是澳洲 他們一直在談到的 這個所謂多重寶藏 我想剛剛陳助長 也從自來水事業處的角度 也提出來了 所以我們從整個的集水區 水庫、渠水口、激水場 到配水官網用戶端 我想整個合在一起 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 永續給水安全的系統 所以我想在整個裡面 我們把很複雜的問題 把它想一下 其實就有五個指導去探討 一個就是水源的水質 怎麼樣保障它的量 足夠不受污染 那這個地方就缺少一個整合性的環境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漆火變遷的時候 造成的環境 這個變遷 同時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碰到塗蒸的這些污染 或者是shock loading的時候 我們進水場 怎麼樣去維持它的目前 那長期我們的財務 特別是水架 並不是非常合意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做 剛剛提到這個配水官網 有落水的這個現象 然後怎麼樣 水質水量能夠安全穩定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就比照參考了日本還有先進國家的一些想法 我們自己把它寫成叫做GIESS 所以這個是一個字體概念 這是一個所謂的硬化刷取 是一個基礎設施 還有生態還有安全 更重要的是它的生態的變遷 所以我們把這五個重要的這個keywords 以後 我們就定出來了 這五個更大的設計 所以第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強調的是一個健康優位的管理 健康的水庫 健康的水源保護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強調的是多重的這種平淡措施 是長到這個澳洲的這些想法 那更重要的就是 將來我們怎麼樣的 把這個水質監測 配合氣候變遷 能夠有些預警的系統 那很重要的是 整體的這種強化管理的部分 我想我們最後很重要的是 在這個博巴會 他們所定出來的這個氣候變遷調適的過程裡面 將來在這種所謂的 維生基礎設施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供水系統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有一些議題 有一些目標 然後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實施策略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把這些資料 在諸位的報告上演出出來 那我當時在做這個計劃的時候 水利署特別強調我們 看看現行的這個環保署的 運用水管理條例 跟我們內政部的或是經濟部的 現在的自來水法這個地方 看看他們是不是有一些的這個地方 還可以在家庭的而且現有的這些部分 是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想這是我們把它遞出來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內政部 還有這個經濟部幾位長官次長 他們都提到了這些相關的這些法律 都需要再去修訂 那最後我想我們把剛剛所謂的健康的水源 綠色的淨水廠跟智慧的配水官網 我們佔定一些比較更細的這些目標 我想再次的強調 這個是環保署過去一直在推動的 綜合的流域管理跟健康的流域管理裡面 想要去做的事情 怎麼樣讓水源水質捷徑 讓我們的生態環境保育做好 綜合水源管理 特別提到的是繁貸調整的管理 那這個地方就是過去水源所推動的CPE的計劃 裡面我們再把它載入下來 然後也配把過去國營會團所做的一些部分 我們把它的綜合寫出來 就是綜合管理操作、維護水質管理 我想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我們比較欠缺的需要去做一些跡降指標 平均的部分是在配水管網裡面 怎麼樣把設施維護 這個管網水質資訊做好 所以我們把這些相關的部分 我們定出一級指標 也把這個二級指標也都定出來了 那特別我們很希望的就是將來 在這個生態基礎設施、海邊城市裡面 我們更需要重視的就是這塊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廖廖書還有林正恩老師他們 在這個地方裡面都琢磨很多 所以最近我們也在邀請林老師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合作 把整個所謂生態工程的環境保育的教科書 我們看能不能把它再定出來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後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了 就是我們過去做CP計畫裡面 所做的出來的一些成果 現在繼續在做推動 那智慧水管裡面特別強調設施的這個維護 還有我們的這個廣網水利操作 剛剛這個我們出展特別提出來了 這個希望將來的漏水利是能夠達到10%以上 我記得在2000年的時候 德國的漏水利是60% 當時他們的每人每支漏水量是120個L 但是他們的水價大概是7台比80塊錢左右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那我們可以發現 在整個智慧水網官網裡面 將來對於這個hydraulics這方面也很重要 這是屬於water quality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希望將來把維生物的指標 我們還希望能夠加強 更重要就是這種廣網資訊 怎麼樣能夠完整的提供出來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把剛剛的古大的目標 剛剛所提到的這些氣象的這些指標 我們把它寬給出來 不然這個也是過去幾位老師 我們共同做研究的一個成果 不然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做一個檢驗的報告 剛剛特別提出來了 我們很希望能夠達到地詞 這樣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一直把永續的概念 永續工程的部分 在我們台灣大學一直在推動 那今天我們完美以後 可能晚上還有招集很多的老師 大家一起來做這個工作 所以當然希望在健康水平的水質指標 我們把這些工作做好 滴水淨水廠把這些工作做好 智慧配水網網系統把這些工具做好 我特別強調的是這個環網的完整性 這是一個Fiscal問題 還有這個是一個水力的部分 那這是水質的部分 這是資訊的部分 我想這是值得我們去做 剛剛也提到這個Water Energy Food Nexus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部分 然後怎麼樣去把這個水源 剛剛提到這個梁市長所談到的這個水再生 還有我們這個余主任所 余主任所談到的這個水回收再利用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水價能夠合理化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在我們 把這種非典員的問題 這樣它能夠用BMP的工具去做好 我想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把水質把它能夠改善 讓我們同時建立這種預警的應變能力 好 分享我們的報告 謝謝